肯定让您回味无穷 活动日期7月30到8月3号 报名要快哦 公式表演金6月29日 周六晚间十一点 三国 我觉得自从上次吵架之后 什么都变得不一样了 朋友都说 你吃东西的样子好可爱哦 好吃吗 好吃 你腿吧 真假的 你刚刚该不会在里面 用手挖土吧 我想说 周六晚间九点 没有名字的甜点点 您正在收看公共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革命的事迹 那有许多的新的再生能源 在全球各地蓬勃的发展 也带动很多发达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 还有一些就业的机会 在这一波的能源革命的浪潮中 我们台湾也没有在这里面 而在这些新兴能源的趋势里面 台湾是不是也准备投入 或者是已经占好我们的脚步了呢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一起来 跟大家一起讨论 有很多新兴的再生能源 有很多是大家可能在包装杂志有看过 但是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们今天学者专家将来为我们解答 这是不是我们台湾目前的 这些能源之争里面 可以找到新的一些解套呢 首先我要来介绍在我 左手边的第一位来宾 就是经济部能源局的技术组的组长 舒金胜 舒组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要介绍是 地球公民基金会的执行长 李更正宇老师 我们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第三位要介绍的是高音大 也是南部太阳能学校的执行长 艾和昌艾教授 主持人好 那观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段PCR 就是在目前国际上再生能源使用的趋势 那特别是呢 昨天呢 国际能源属于说再生能源在2016年 要越居成为能源使用量的第二大的能源 如果说再生能源 它现在的力量可以这么大 使用范围可以这么广 对我们台湾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歧视 来看这段PCR 当台湾还在为该归停介核四 真论不休时 国际能源署公布 再生能源将在2016年 要升为第二大电力来源仅次于煤 到2018年时 更有四分之一的电力来自再生能源 未来五年将成长百分之四十 这些再生能源主要包括水力 风力和太阳能 国际再生能源分析专家统计 这五年来全世界新资的发电设备分配比例 间接证实了这个趋势 水力很强 它在最近几年变得了 油的18% 38%是硬的 这一部分是在中国建造的 和1%是射能源 所以如果您看这些数据 你会看到射能源是很仅仅的技术 对于再生能源供电不够稳定 无法补足台湾电力缺口的疑虑 斯文有不同的看法 苏文认为台湾很多条件 和德國相似 有充足的工業結構發展 再生能源 日照量比德國高出 三成到五成 風力太陽能是台灣的優勢 Sven指出 德國發展再生能源 提供40萬個就業機會 相當於汽車產業的一半 積極發展再生能源 將有助於國家競爭力的提升 好的 我們回到 我們剛才看到了這個標題 就是國際能源署 它說再生能源在2016年 可以位居在所有不同的 這些能源所提供的能源當中的 第二大的能源 那我們知道所謂的再生能源 可能包括了太陽 風力 甚至是陽流 甚至是早氣 諸如此類 甚至是生殖能源 那我們想要問的是說 如果國際能源署他們向來保守 但是他們做出這樣的預測 位居成為第二大的能源 我們要問一下 就是首先問一下蘇組長 那在我們台灣 是不是也是一樣的趨勢呢 有可能嗎 有這樣的可能嗎 對 再生能源是不是也可以成為 我們台灣的第二大的能源來源 我想再生能源將來會持續的這個擴大 不管是在全世界或是在台灣 都是大家努力的方向 那麼國際能源總署這個預測 其實我們也期待它能夠實現 不過我們看一下那個 它整個再生能源的內涵 我們從它的所公佈的資料裡面來看 它所裡面的這個再生能源 最大的部分還是水利 大概在它的總量的百分之七十 再來就是生殖能跟入獄的這個風力 那這些看起來 當然都是近期間比較成熟 也比較具有成本效益的 這些再生能源 所以這些再生能源 在我們台灣 其實我們過去幾年 已經都持續在發展 譬如說水利 我們目前大概大水利都開發的差不多了 已經有兩百萬千瓦 這樣的量 那風力 入獄的風力 我們過去也開發的很多 目前有三百一十四座 六百二十一MW 這樣的量 那生殖能也有八百二十二MW 這樣的量 所以這幾個主要的這個再生能源 具有經濟效益 然後有它相對的資源裡面 我們也是目前我們一些再生能源的主力 有辦法成為我們台灣第二大的 第二大能源來源嗎 短期來講不一樣 因為每一個國家 對這個再生能源的秉護 是不太一樣 台灣因為山地佔的比較多 而且我們的山又比較的躲鞘 所以我們的風力 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 雖然沿海我們在從桃園 一直到這個雲林這個地區 大概目前的海邊 我們整個開發的密度 是算相當的高 總共有三百一十四座 但是占整個的量 如果以全國的供電量來看 那個比例也沒有很高 所以再生能源 可能這是一個國際的趨勢 再生在台灣還有待發展就對了 那另外我們要來看的是一個圖卡 我們要看的是2007年到2012年 全球所謂的新增的發電設施 就是說在全世界 他們有蓋的這個發電設施 我們來看比例 增加最多的還是藍莓 38% 然後我們大家所關注的核能 只有1%左右 其他包括水力 生殖能源 風力 還有太陽光電 它在一個新的裝置容量的部分 其實都有大幅的一個增加 那當然很多人會說 這個裝置容量跟它的發電量 不盡相同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這些年在核能這一部分 這個使用跟蓋的廠 是不是也算少的 主長 從這個表來看 當然是最近幾年 核能新的廠所占的比例是比較小 不過從整個結構來看 譬如說燃煤占的占比也相當的高 還有天然氣的占比也相當高 那當然在世能源的比例也不少 那這個反映幾個現象 第一個現象就是說 我們能源供應的目的 第一個是為了需求 為了需求 為了提供穩定的這個電力 給這個工廠 或是生活上所需要的這個用電 那穩定的供電必須去滿足它 所以這個很多的傳統的水力 火力 火力 燃煤燃氣 這一些是為了這一個部分的目的而來 那另外一面就是減碳的需求 減少地球軟化的這些 但是我們也相對也可以看得到 雖然全球都在說要這個減碳 要注意暖化的問題 但是南美廠還是設了相當的多 李老師你怎麼來看這些現象 昨天其實那個Savant的這個報告 他其實有提到說 這一部分其實剛剛有播出來 就是中國佔了蠻大的一部分 那其實剛剛特別提到那個核能的部分 前陣子有一位專家 Snight先生來台灣 其實也提到說 整個全世界的趨勢 當然就是 1993年的時候 核電佔全球的 這個發電量其實只有佔17% 那時候是最高峰 那接著是逐年下降 去年其實只有 2011年只剩下11% 所以它持續在下降中 然後反之呢 這個再生能源剛剛有提到 其實一直在持續的成長當中 所以趨勢上 再生能源確實是 整個全球趨勢沒有錯 所以昨天那個Savant 特別提到這種能源革命 其實有很多 就是突破性的看法 剛剛其實蘇士長有提到說 所謂能源的穩定 它其實連這一點 都其實有點顛覆性 它特別提到說 再生能源關乎整個國家的 競爭力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剛剛談到 是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現在這個在德國 再生能源創造的就業機會 有40萬人 那就是 汽車工業是最多 大概八九十萬 所以已經是差不多 他們那個國家 第二大的這個 創造就業機會的產業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它當然是對環境保護 是一個比較優先的選項 那第三個其實 相調於這個石化能源 因為石化能源 包括天然氣 煤炭 石油 其實持續在上漲 整個全球的趨勢 它價格在上漲 可是呢 再生能源的 發電的價格 成本越來越低 所以它其實在 產業的趨勢來看 它其實是價格 反而是比較穩定 然後對於台灣來講 就是說我們99%的能源 都靠進口 所以長遠來看 或者從現在起 國家如果要追求能源安全 當然是要趕快 全力來發展在什麼 好 我們另外再看一個圖卡 就是 這是一百年的事情 就是從公元2000年到 2100年 一百年 這一百年當中 這個全球能源的使用趨勢 這是德國 他們有一家公司 他們所做的 在粉紅色的這一塊 粉紅色不然它是深粉紅色 或者是淡黃色的這一塊 其實就是所謂的在生能源 我們看到它的使用趨勢 從2000年一直到的 2050年 甚至到了20100年 它的整個趨勢都是往上走 那另外在這些比較黑的 就是傳統的所謂的傳統能源 包括天然氣 還有煤炭 還有石油 甚至還包括核能的這一塊 都是 可能某一段時間會使用到高峰 但是它會逐漸往下降 老師我要來看看 就是說好像全球現在都很看好 包括國際能源總署 它做了這一份報告 都很看好很多的再生能源 但是我們還是聽到了 在台灣的 對於能源這一樣的一個形容 都會覺得 再生能源還是一個不穩定的狀況 為什麼這有落差 如果它真的是一個不穩定的狀況 為什麼全球 還是有這樣一個實用的一個趨勢 會再生能源是往上走的 那在台灣我們聽到的都是 這些再生能源是不穩定的 為什麼 差別到底是哪 我是覺得以目前的科技來講 我們對於外太空 那麼不穩定的一些探險活動 都已經那麼頻繁了 然後我們又在講雲端科技 又講智慧型的一些系統 這些不穩定的因素 其實可以在我們的電腦 高速發展的過程當中 已經去於它我們可以預測了 剛剛中家也都提到這一點 那我覺得是整個的政策 在過去我們的再生的發展 剛剛蘇組長也提到就是說 我們還是希望以最穩定的一個方式 來做我們的整個能源政策 但是所以有一個叫做先緩後級的政策 我知道大概在十幾年來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所謂的先緩後級就是 認為再生能源那時候的價高 還有一些不可預測的因素呢 我們先把它緩 但是其實我個人認為到了這個節骨眼 特別是這幾年的一個變動 我們應該要進入到後級的政策 那後級來講呢 其實能源局也好 其實也可以看出來 其實在太陽光電這一塊 在今年來講 其實也大幅的把原本的100MW 提升到了130MW又提升到175MW的裝置量 但是是不是符合我們的期許呢 我覺得其實還是有很大的一個落差啦 特別是一些工會喊出來 一年要800MW 然後我個人認為呢 以目前的我們的這個量 其實可以很快的進入到 一年500MW的一個太陽光發電 那至於說風能跟太陽光發電 剛剛可以看到一些專家提到的 其實所謂的氣候的因素 日照的因素 都已經是在我們可以預估的範圍 那最重要就是我們的輸配電 控制這個調度的系統 能不能跟得上來 這點反而變得比較重要 就是說當風力發電 陣風 過載 這樣的一個很大的電力過來的時候 我們輸配電的網路 可不可以承受這樣子的一個工藝 反而是滿重要的 所以後勤部隊要把它提升 這部分的技術 那老師說的好客氣 那其實說的就是台電不是嗎 台電 我們的節目當中 其實我們這些年 有關於在再生理念的討論當中 其實都會講到說 整個一個輸配電的 一個思維的改變 因為你思維改變了 你整個電路的輸配線 不在這裡是以大電廠 或是長的電線 長的這個電線去做運輸 才做他們一個思想主軸 可能他以後就是 像德國他們不是都是 社區發電嗎 小小的社區 小小就是他們可以去做這樣事 那所以我們還是回頭 再來看的是李老師 我還是很好奇 等一下我要請蘇組長 跟我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們再去看 有關於經濟部能源局 他對我們台灣的 這些民眾的這些能源教育 一再次強調穩定 強調穩定 就是說還是把在生能源 列為是一個未來勢 未來勢並不代表他不會變成現在勢 不是嗎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我覺得昨天 那個Savent在第一張投影片 講的事情 其實是關係到說 我們到底對未來世界的想像是什麼 現在其實台電公司 每次提出來的這些 未來的電力成長需求 多讓我們嚇一跳 他的需求都是這樣的 就是說未來我們會隨著經濟成長 然後人口增加各種因素 所以我們的電力一定處於這種 幾乎無限成長的這種 台灣人都沒有生氣 那也不是人口成長 但是這樣的結果會導致什麼 很簡單 就是要拼命的 比如說要蓋核式 然後核式其實還不夠 台電公司的規劃 是每一年幾乎要蓋一座 燃煤機組 或者一座天然氣機組才夠用 之前更誇張 說一年要蓋兩座 台灣根本沒有那麼多土地 可以蓋這麼多東西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導致的結果就是核災的風險 第二個就是各種環境汙染 空氣汙染等等的負面因素 也就是說最後其實是帶給人民災難 跟不幸福 但是Servant第一章告訴我們說什麼 德國 歐洲他們在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他們預測是未來電力的成長會下降 而且是負成長 那為什麼負成長 當然最重要剛剛有講到 這個節能減碳的問題 就是要減碳 第二個其實要改善生活品質 那它是先設定這個目標 就是未來我們要有一個 幸福的生活低碳的經濟 在這個情境下 它現在開始推算說 從現在起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去達到那個目標 所以再生能源會變成優先的選項 可是我們不是 我們現在是選擇了一個最糟的方向 就是未來呢 我們要透過電力無限成長 來創造經濟成長 然後結果就是 人民呢 就是越來越不幸福 然後經濟呢越來越糟糕 還是仰賴這些高污染的產業 我覺得主要還是目標的設定 就是說 台灣你要究竟要設定什麼目標 比如說現在有很多人 都叫我們說不要再專注 GDP這樣一個數據的成長 那我們也來看看台灣的一個電力來源 的確在我們這張這個圖卡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 台灣發電的比率啦 這個裝置容量我們就先補開 我們要看實際可以發電的 比如說這個發電的比率呢 燃煤 佔了49.47%就是一半以上 然後接下來是天然氣 核能是16.7% 其他的是再生能源 Prapraprap的全部加起來 大概是3.4%左右 另外有一些的呢 就是 就是抽絮水利的這一塊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還是要問的就是 蘇組長為什麼 我們如果說從老師們的講法 為什麼我們會感受到 台灣對於能源 對民眾的說明 能解釋這一塊 好像跟這個國際的趨勢 是有一些的脫節 為什麼 是認知不一樣嗎 還是 真的條件就差這麼多 我要報告一下 其實並沒有脫節 我們整個在生的比例 也是持續的在增加 我們的設置量也在增加 發電的比例也在增加 裝置容量的比例也在增加 所以像這個土 它的這個 這個各類能源的配比 會將來會慢慢的這個轉型 像燃煤它的占比會減少 那天子氣的占比 它也算是乾淨跟穩定的能源 它的占比會增加 那在生產的占比也會增加 基本上我們還是朝這樣的結構 去調整 那主任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們不一定是以供電的穩定 為優先 其實我們整個能源政策裡面 這三個部分是並重的 包括供電的穩定 還有成本的合理 跟減碳的部分 這三個是並重的 所以在我們各類的在生業 其實都相當的重視 但是呢 目前在於目標 目標到底怎麼定呢 就是說有進步 如果說當然是說有進步 我一年進步一趟兩趟也是有進步 但是重視說 我們會先想說 那我們什麼時候 真的是可以認認真真 來對待這一塊 特別在全球的能源 不管你是石油或什麼 總是有用完的時候 雖然美國現在有一些新的技術 跟頁岩的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目前它的占比是3.4 所以將來我們的目標 會從3.4提高到9以上 所以那個目標幾乎是三倍 所以整個的目標 2025年到2030年 大概可以達到 所以整個的比例是在成長 這樣子的成長比例 恐怕對於許多關心 臺灣能源再生能源這一塊的 這許多人來看 可能會覺得說是不是速度 可以再快一點 那另外我們要來看看 其實在這些年 除了傳統的再生能源 除了風力 除了太陽能之外 那也有很多新的東西丟出來 比如說有一個叫做輕能技術 那很多人 輕能技術究竟是什麼 我們可以先來看一段 近來各界關注核四相關議題 前總統李登輝日前與媒體 查敘時表示 不使用核能發電 如果沒電人民要怎麼生活 李登輝認為 現在核能發電的方法錯誤 因走新的方向 核能發電應該有其他方法 李登輝認為 未來可以研發代替 又且對人體不會有影響的 新核能發電方式 例如可抽取海水 利用輕的核融合 比用風力太陽能好 另外在新能源發電方式 出來之前 台灣可利用二十多萬公頃的 修根土地 種番薯甘蔗等作物 發展生殖能源 只可惜政府都沒有好好地重視 不願意提出 現行能源使用的解決方法 我們曾經聽過他提的 其實是另外一種發電方式 所以我想他不去公投 應該他跟了解說 有這樣一個新的科技 不過前總統李登輝 所說的輕能技術 早在2006年歐盟 美國、俄羅斯、中國、印度等國 簽訂合約 要發展核融合發電技術 耗資120億美元 在法國新建首作 國際任何實驗反應爐 使用太陽能和氫單的原理 以海洋中的重氫原子作原料 加溫到設施1億度左右 產生核融合並釋放大量的能源 不過科學家必須先克服技術上的問題 專家評估至少還要30年 才能建造出核融合發電廠的原型 只是在尋找新能源的同時 現行的核分裂發電模式該如何檢討 其他代替能源 能否供應台灣的用電需求 都還需要政府與民間積極對話 好 我們台灣能不能發展核融合的技術 還有現在有很多的新的 再生能源的發展方式 比如說有洋流有什麼 待會回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我們一起來探探看 這是不是我們台灣能源的新解套的方式 地球的兩端 白色大地的美麗 前往人類很少涉足的南北極 這一片最後的淨土會消失嗎 冰封大地的生態與美景 會是地球真正的盡頭嗎 每週六晚間八點 冰凍星球就在公共電視 哭泣時 微笑時 我們都想來一口甜點 公式沒有名字的甜點店 邀請您一同用甜點療癒心靈 即日起到7月6號 上節目官網參加幸福甜點活動 周周回答相關問題 就有機會品嘗 劇中甜點主廚親手製作的甜點 沒有名字的甜點店 感受人生的魔幻時刻 歡迎介紹到南北極臨 我們知道在整個國際的能源趨勢當中 再生能源佔了一個很大的部分 就是發展再生能源是全球的一個新的趨勢 那我們回頭要來看看台灣 我們要來探討一些新的能源 最近在美國就是所謂的液炎氣 液炎氣的這個技術的一個新的突破 那很多人說 我們環都很容易用到就算很容易用到 還有這些東西可以用 但是這些液炎氣 其實是不是好像帶來這個能源的希望 但是其實它也有很大的後遺症 昨天其實Seven有特別有提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大家對於那個液炎氣的這種 蘊藏量太過樂觀了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液炎氣在整個開採的過程中 它引用這個技術 其實是對環境有更大不利的影響 比如說它使用的這個化學物質 化學品這些問題 所以其實整個來看 我稍微回應一下 剛剛李重彤那個說法 就是其實 其實我認為 那個是另外一種 對於新科技的 就是對於這種專家 極度的這種 宰愛的這個專家體系的 這種發展出來的科技 一種崇拜跟一種太過樂觀的想像 當年的核電就是這樣搞的 搞了幾十年也搞不出來 像核龍河不知道講多久了 我是覺得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是在於大家對於能源的想像是什麼 現在的再生能源 比如說太陽能光電 為什麼能夠創 就是說德國那些為什麼能夠創造那麼多的就業機會 因為它是相對而言是一個比較民主的科技 這個科技它分享 比如說它創造出來之後 它安裝的過程還有日後的維修 都是創造一群在地化的就業機會 但是你蓋了一個核電 所有的核電基礎都要去跟國外那幾家公司買 不就是跟其一啊跟那幾家公司買 所以呢錢都被國外賺走 所以那種科技 其實對人類來講不會帶來幸福 反而是災難 第二個呢 它的這個提供的就業機會 跟經濟不會留待在地 所以呢其實全球 其實現在在思考這些問題不只是在強調 它科技的可及性能不能做到 也要考慮這些社會跟經濟的因素 所以就這個觀點來講 其實那個其實是不應該過度期待 而且一講就是講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了 現在的已經成熟的再生能源技術 為什麼不現在去推動 要去期待那個未來的三十年的技術 那老師你一樣的看法嗎 我認為啦 其實業延期其實我有在留意 它在美國德州 但是其實在目前來講 開採的過程當中像灌水到地下 確實也讓原本德州沒有太多地震的 這樣子的一些跡象變得更頻繁了 所以其實這樣子它後續的一些效應 會造成多大的一些影響 我覺得還在做個評估 就像剛剛所提到的 其實目前風能跟太陽光電能 看似在全球再生能源裡面 相對穩定的一種能源了 而且價格特別是太陽光電 落到已經再落下去的話 大概都已經賠本了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發展來講 其實把太陽光電的成本算起來 已經是比我們所謂的在天然氣 所發電來講相對於 並不是很貴 特別呢我們台灣 到底有沒有那麼多的一些天然氣來源 我們如果是靠進口 即使美國有很便宜的 這些頁岩產出來的天然氣 要送來台灣 我們使用的價格 可能是美國的四倍到五倍 因為裝船 我們要灌壓力進去 在鋼品裡面 這些成本其實還是很高的 那反光我們台灣現在有什麼 我們手上呢 有很便宜的太陽光電的 從上游到下游的這些零組件 那只要我們呢 政府拿出來 後級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我想 確實 不管是在地的這些人的就業 還是我們的產業 都不來講 都會有像德國一樣 有另外一方面的一些經濟的新的風貌 我補充一點 德國目前太陽光電的發展環境 是很好的 不只是德國 歐洲很多其他國家 他的家庭用電 一度電都超過新台幣十塊錢 那我們目前像太陽光電的發電成本 大概六到八塊 所以家庭如果裝太陽光電 能夠發電自己用 他可以用八塊錢去替代十一塊 他是有利潤的 所以他可以很大量的去設置 這個是基本上的經濟條件是不太一樣的 如果台灣也是這樣的電價環境 那我想政府也不需要去補貼 而可以減少家庭的電費的支出 那是很值得大力去推動 問題是目前我們是需要政府去補貼 那政府去補貼 需要衡量整個財務的狀況 才有辦法去把那個量做大 我有一個反向的思考就是說 其實要政府努力去做了 這張錶我一直覺得 我們做太陽光電 當然不可能24小時去供電 但是我們剛剛100年來講 剛剛主持人拿那個錶是100年的 然後我們大概有48GW的 可以發電的一些容量 那其實在那一年的尖峰的時期的 最高用電量是34GW 所以我們其實多了15GW左右 大概十幾個GW專門去做備用 但是太陽光電發電 如果說我們真正政府到後級 能夠有5GW可以看到的話 其實上面這塊就可以把它拿掉了 那這樣子相對就拿掉這一塊 我們其實還有瘋人啊 晚上的時候搞不好 所以這樣拿掉這一塊 相對於現在來講 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們說何能這一塊 是不是真的要 如果真的公投之後呢 何能變成那個 大家公投反對的意思 就是它不能運轉 我們現在開始要進步的到 後級的段的思考 把這一段考慮進去 那我很憂心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還不去思考 那一段的時候 到時候真的公投 何事不運轉之後 那我們要用什麼電 所以我一直很蠻急的是說 是不是在這個政策來講 很快能夠進入後級的一個政策 一年其實說 以日本 它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來裝 補助太陽光發電 馬上出來他們就知道 然後就半年可能有 近GIGA的裝置量 那我們還是在 MAGA 一個MAGA 兩個MAGA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步驟 我覺得 我是蠻心急的一件事情 我其實有三點回應 就是一部分是對 賴老師一部分是書組長 就是說 我其實有個問題想請教能源局 就是 我們過去像核四 投資了2700億嘛 然後最近又要追價500億 然後隨便一個藍煤電廠 大概也都是幾百億之譜 甚至更多 那請問一下 我們過去 政府投資在再生能源 這樣多年來累計的 到底花了多少錢 我相信比例可能很低 等一下可能請書組長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剛剛其實艾老師有提到說 核電 不要的話 那到底我們要靠什麼電力 其實 剛剛主持人已經秀出來就是 其實 我們核能發電佔的裝置容量是10.55 然後發電比例是16.7 原因是因為它幾乎是常態在每天都在運轉 所以它發電的比例比較高 可是它的裝置容量是10點多 可是事實上這幾年間我們看到的這個裝置容量都超過20% 所以即使現在把核電廠關掉 其實我們要的是替代其他的能源 就是利用既有的電廠 尤其像天然氣電廠多燒一些這些 可能就是根本不需要用到 但是會面臨碳的問題 那是另外一個 看看怎麼解決 但是我這邊要第三點回應就是說 其實 最近我們去了解德國的這個電價結構裡面 為什麼會那麼貴 不是因為再生能源的補貼 而是因為他們在很多的發電營運成本 就比較高逐年再上漲 這是整體的 不是因為針對再生能源而提高的電價 但是我其實對能源局出的那一本手冊 我覺得蠻感冒的 就是只強調人家德國貴是因為再生能源 這也簡直是一個抹黑啦 那它為什麼還有貴 另外一個因素是因為它 課增類似生態稅比較高 而不是這幾年電價上漲不是因為再生能源 所以我覺得必須要把德國這個電價結構 把它搞清楚才能講這些話 那台灣當然有不同的條件 我同意就是說現在的電價 也許不能夠反映它的真實成本 但是其中有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是因為工業電價太便宜 我們的工業電價歷年來都以每度低於成本價 0.45塊左右賣給這些高耗電的這個產業 這幾年間統計下來 545年間統計下來 相當於補貼人民2000多億 這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們一直主張說 如果要調整電價 先從工業電價的合理化開始 這部分可以促進工業界 趕快來節約能源 要不然蘇市長應該很清楚 台電 台積電 各家這些電子工廠 其實都公開表示說 台灣電價便宜 所以他們根本沒有節電的優異 他們節電純粹是因為 因為企業想要主動負起社會責任 所以我覺得是一系列要去檢討的事情 對 所以我們其實大家提到的這些問題 我們要問的是說 不管核四公投過與不過的問題 但是對台灣來講 作為一個地球公民的一個責任 我們是不是在再生能源的這個部分 可以更努力一點還是說 其實因為整個的電力架構 還有電力的資源配置 是掐在台電的手中 與至於能源局 就只能提供意見 提供意見 不是這樣的 其實整個能源的供需的規劃 是能源局在做規劃 我先回答剛剛你之前所提的問題 在再生年過去的補助 政府也是投入蠻多的 以太陽光電為例 太陽光電 我們在再生發展條例通過之前 是用補助的方式來設置 我們大概設置二十二個MW 就兩萬千瓦左右 那就投入了三十億 三十億的這個補助 那我們目前規劃的陽光屋頂百萬座 跟千架海陸風機 在太陽光電的部分 我們假設二十年能夠設置到 三千MW 就是一百萬個家庭的使用 那風力到四千兩百MW 這樣的量 那太陽光電的補助就 九百五十二億 這二十年的設置量補助 就九百五十二億 那另外這個 加上這個風力 就兩千多億這樣的補助 所以我們目前的規劃去推動 其實把將來需要的財務負擔 在能力所及還是把它固進去 所以意思就是說 未來這二十年花的錢 還比不上一座核四 未來二十年 國家要投資再生產能源的錢 這個我是講補助 當然那個投資的部分 當然比這個還高 就是說是差價部分的補助 但是台電就是去蓋核四 純粹就是用國家經費去蓋的啊 核四如果不需要補助 對相對來講它是零 不是說它是兩千多億 因為那個是差價 已經花了十三年在那邊蓋 然後花了兩千七百億 還追加五百億 這樣不是國家的錢 拿到那裡嗎 你如果算投資的話 我們那個太陽光電腦 需要三千億的投資 如果十三年前二十年前 那些核四的錢 就來發展再生能源 今天會是什麼樣的局面 它的量相對是沒有那麼大 好 其實我想這樣的一個 一個討論跟爭執 在那個沒有最後的定論出來之前 應該會還會持續 但是我們要來 我們剛才說的 我們剛才看到的有很多 這個世界上也有很多新的 包括我們所謂的核融核這樣發電 那大家可能比如說李老師會覺得說 這些大家都覺得那個科技可以有 這樣子遠大的夢想可以持續去做 比如說核融核 像台灣有考慮到這個部分嗎 還是覺得說這是遙不可及 今天也是一個投資的 我想核融核的技術 台灣可能沒有能力去開發 目前核分類的技術 也大概是主要能源的國家在開發 就像美國法國他們在開發 核融核是未來一個 也算是一個先端的技術 如果它能夠開發出來 可以解決將來一些能源的問題 不過它距離可以商業運轉 大家還沒辦法預期 它什麼時間可以出得來 所以需要科技持續的進步 持續的研發 所以台灣沒有這個 沒有往這個方向考慮 那另外一個我們要來問的就是說 好 大家現在也在談這個生殖能源 也有人說 台灣的修割農地那麼多 20萬公頃 全去拿來做一塊 是要做一塊還是要做什麼 拿來做一塊 搞不好他們 就可以現在依照 來做這個生殖能源 但是做很多事 我們當然要評估它的CP值 那比如說像生殖能源這塊 我們也很好奇 大家都在喊 那我不知道在能源局這邊的評估是怎樣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目前利用生殖能的用量 是蠻多的 我跟大家報告就是 822個MW 就是82萬千瓦 那相當於大概 接近三十萬個家庭的使用 那主要大家知道就是說 各個縣市都有垃圾洪畫廠 所以我們的垃圾資源 都拿來發電 另外我們過去的垃圾掩埋廠 它所生的藻氣 都用藻氣去發電 那還有這個農工廢棄物 也可以拿來發電 所以這個廢棄物 跟在線人的利用 是相當的多 那這用於燃料的部分 我們目前有 才有用2% 這是全國強制性的 所以2% 一年就有十萬公平的生殖 但是我們要問的是說 在我們希望再生能源 可以逐漸取代 所謂的這個核電 我相信這是草野未來的一個 都有一樣一個相同的見解 但是比如說像早期啦 或者這些是不是小品呢 還是說 這是會影響的 這些也是很好的再生能源 那我們的問題在也是料源的問題 剛剛主持人講的是沒有錯 它是小品 問題是它沒辦法有大量的供應 那這些農工廢棄物啦 這些垃圾啦 目前的量都有在減少的趨勢 不過我們是可以藉由提高 它的發電效率 來提高它的設置量 那剛剛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說 利用修根地去種植生殖作物 這一部分我們也跟農委會在討論 那問題是我們在土地的利用裡面 要維持不與糧爭地 不與民爭食啊 這樣的立場 所以在土地的利用 我們還是農業優先 所以農委會雖然短期 有那麼多的修根地 但是它為了將來 整個糧食供應的穩定 它認為說修根地它還是 四處它還是有一些暴流 好我們這樣逐一的討論 就是所謂的新興的再生能源 我們來看看說 這些新興的再生能源 比如說在政府部門 他們的一些評估是什麼 另外我們要來看一個PCR 就是很多人說台灣就是一個島 那四面環海 有人說這個利用洋流來發電 是不是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式呢 來看這段PCR 離基福統的兩支懸臂 隨著海浪起伏上下擺動 波動的高地位差 透過特殊設計的機械協購 轉動黃色的飛輪 就可以帶動發電機的運轉 高雄男子加工出口區 由廠商結合學界 經過六年的研發 開發出利用海浪的高低位差 來發電的系統 並且已經可以模組化生產 這套系統只要海浪高低位差 超過五十公分就可以發電 初步估算單一機組 一天可以生產約兩萬度的電力 如果多部機組串聯 發電量更大 已經吸引不少南亞和阿拉伯 擁有私人島嶼的富豪來下電單 很可惜國人的創意研發 想在台灣使用卻困難重重 它的最主要障礙 就是說我們現在台灣的海岸地帶 很多都被工業區守占用 政府的一種獎勵措施 還有我們對這個海岸的這種 海巡署的一些 對海岸的一些使用上的一些限制 學者認為 海浪發電不需要燃料成本 而且這一套設備 只需要在結構上加強 就可以應應台灣沿海的氣候 不過台灣目前 對再生能源的獎勵不足 綠色產品只能外銷 反而是國內無法社會 好我們剛才一路討論下來 不管說是早氣或生殖能源 或是我們剛才現在看到的是 利用海浪 甚至還有人說台灣的地熱 都可以來成為再生能源的 一些發展的一個趨勢 但是我們要問的是說 這些東西是不是真的都能夠 轉換成為電力 並且真實的使用 並且可以有一個不錯的 就是說它的成本 我先回應一下第一點就是說 其實任何的方案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風能 講太陽能 都不是無條件的支持 比如說最近有個爭議 就是在苗栗的院裡 英華會用各種黑手段 去蓋那個 引起非常大的爭議 那個風機 比如說居民在抗議說 距離家裡太近 然後噪音這個問題 結果呢 英華會都不太願意正面去處理 所以引發很大的抗爭 那也就是說其實再生能源 還是得考慮它的環境的影響 然後呢進行審測的評估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社會層面 我剛剛特別提到就是說 它是不是真的能夠把這個利益 分享給社區跟居民 這些綜合性的配套方案 那因為剛剛主持人有提到 早期發電我覺得 特別要提一下就是說 高坪地區有兩百萬頭租 兩百萬頭租呢 其實造成非常嚴重的 河川的污染 如果那些豬糞能夠回收 然後呢進行早期發電 然後配置良好的這個 這個水的處理設備 它可以有效的改善環境污染 所以其實早期發電 它的好處就是 它是雙重的紅利 就是一方面它可以創造新的能源 二方面呢 其實可以解決一部分的環境問題 像這些其實是應該優先去考慮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農地的使用 因為最近我看了屏東 有一些案例是蠻有意思就是說 他們利用那個最日行的 這個太陽能電板 然後呢它底下因為光線 是還是可以進來 所以它可以種菜 他們說種菜呢 它使用的水量大概只有 這個像稻子的十分之一左右 也就是說它有可能不是完全 百分之百互次的方案 所以就是說這個綜合起來就是說 再生人的發展必須要考慮 對台灣的環境條件 社會因素還有一個良好的 一個推動的程序正義要建立起來 好那這些其實才不會引起 這麼大的爭議 好其實我們看到 現在的有很多的新興的能源 可能正在考驗著我們的思維 那一些新興的技術 這些多元性的替代能源 是不是能夠成為台灣的能源主力呢 待會繼續回到節目現場 台灣同志婚姻尚未合法 2012年卻出現了一對女同志伴侶 高調宣布兩人婚姻合法 我長得可能很陽剛 但是我不會跟你說我是提議 我本身是生理男性 目前沒有手術 所以我的身分證還是一開頭的 想變性的竹子 以為自己愛男人 卻戀上了女同志魏子 是不是月下老人牽錯了線 我都嚴格來說 我覺得我沒有主動追她 沒追就算啊 走開 兒子做媳婦 女兒娶老婆 兩位媽媽受驚下指數大破表 我看媽媽第一組 怎麼她的臉有點男一樣 怎麼找一個畫完全被嚇到 婆婆媽媽擔憂她們老來孤獨 希望她們生小孩 她們能生嗎 要不要考慮金子銀行 很不迫就 這對顛覆性別想像的小夫妻 面臨新婚種種挑戰 她們還會有什麼更勁爆的事件簿呢 今天晚上九點 是老公還是老婆 就在公視頻道 誰來晚餐 歡迎介紹 我們要再討論再生能源 因為在這些傳統的供需 有一些想法 其實這個世界正在改變 世界正在改變 我們常常討論德國 我們也會說 奇怪為什麼再生能源 可以在德國 或是在歐洲的 有些國家發展得這麼好 愛老師 你可不可以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們的操作 是不是有比較細膩 我們台灣差的是什麼 差別的差別在哪裡 就我所知 德國大概在去年的5月22 25 26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報導 就是說 他們的太陽光發電 達到了22 Gigawatt 也就是說 幾乎是他們那時候的 尖峰用電的一半 那他們在這十多年來的 一些推動來講 我想他們是把太陽光發電 當做一個經濟發展的生意來做 然後呢 他們要有利可托 他們才有可能去做 這樣的一個事情 然後 這個部分來講 跟他們所制定的目標 也是滿有關係的 也就是說 他們開始在做補助的時候 他們所制定的目標 其實就是跳躍式的 因為他跳躍式的建設 才有廠商願意去做投入 那以為我們目前來講 我們的發展在過去來看 剛剛蘇智長也說了 我們其實在過去 太陽光點還很貴的時候 其實政府在半額補助 投入了非常非常多的錢 那目前現在也有 躲夠的一些補助 其實這個整個系統 也是follow德國的一些政策 只是我們把這個目標值 定的是不是很合理 我覺得是有檢討的必要 以目前來講 太陽光點已經那麼低價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目標值 在早期那麼貴 所以把它壓低 現在已經那麼低價的時候 是不是在能夠把它提升 倍增呢 這是可以去帶考量的 那另外來講 我覺得任何的一些科技的發展 應該是要為了我們明日的地球 當然有很多的一些 再生的原因 我們可以來使用 但是如果這些的科技發展 還沒辦法為我們明日的地球 做承諾的話呢 我們其實我們是靜觀其變 那就我們台灣來講 太陽光發電跟風力發電 已經是全球的一個趨勢 那這部分來講 我們覺得應該是無條件的 盡量把它的一些限制把它放框 比方說現在太陽光發電 廠商又一直反映說 還要去競標 這個速率其實在他們來講 申請的過程當中已經很融長了 現在又碰到要競標 那如何把我們企業做大 能夠跟國際做競爭 光這個競標來講 大家可能就已經有很多的利潤了 就在這個競標的過程當中抵消掉了 那所以其實很多的一些感覺 會讓民眾或者是廠商來講 政府好像對於太陽光電也好 風能也好 好像既愛又怕的感覺 不敢放手去做 即使別人已經做那麼成熟了 我們還是慢慢的來看它 不要發展得太快的一個感覺 那這部分來講 我覺得是有些政策來講 能不能讓民眾知道說 其實我們有在改變 但是改變的也是很顯著 不要讓人家認為說 台電原始在做一些技術杯葛 從早期 那到現在又有什麼競標 好像什麼東西解決了 又有一些政策 玻璃的一些政策又出來了 像這樣子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過去常常在討論說 台電的思維到底有沒有符合現在 這個全球的潮流 那當如果說再生裡面出來的時候 老師說這個電的來源它就多元化了 就不在以前 可能就不是以前我蓋一個發電所 我蓋一個發電廠這樣一個思維 它可能是一個社區的 或是一些小型的 是不是可以弄得更有智慧一點 我回應兩點就是 前陣子我們在柏二 就是現在還在展覽 就是地球公民基金會跟高公司政府文化局 在那邊辦了一個叫一起反合的一個插畫展 然後呢那個當天我們有一天 我們邀請曹縣長來現場演講 然後他帶了一台那個輕能那個機車來 就是用那個低壓的輕能然後的那個機車 那它那個其實怎麼操作 現在在墾丁那邊有 有好像是60台還80台的機車 現在正在那邊跑 對 那那個它其實機車本身就是一個發電系統 那那套發電系統其實現在在福島 大概有4萬戶家庭 是用那個獨立的發電系統 等於一個家庭就有一個輕能的發電系統 已經在操作 也就是說這些新科技 其實我也嚇一跳說已經在那邊屏東搞了六個月 所以其實看起來民間有很多這個新的這些 不管是科技或者是系統已經在往前邁進 而且已經有些實驗出來 這是我看到的 那第二點我要回應就是反觀我們的台電公司 其實它在發展再生能源策略是非常糟糕 我舉個例子在我們高雄有一個永安私地 雖然地是台電的 那我們一直覺得說你要發展太陽能 你要選擇好的地點 結果它偏偏要在永安私地搞太陽能光電 要毀掉一部分的私地來蓋太陽能 我們就一直反對說 你們其實同樣的裝置容量 你可以去像我們高雄這個地區有很多養雞 雞社上面有很多屋頂 大學上面有很多屋頂 你為什麼不去搞呢 你非得要破壞一個私地來搞你的太陽能發電 不是好像要把再生能源搞亂一樣嗎 結果他不聽硬要幹啊 然後那個他原因就是因為他不想要去進行這些民間系統的整容 不想要把這個資源釋放給民間去做 就是自己做一個 所以這是一個很糟糕的事情 好 其實我們提到了 就是李老師提到了台電把持的一切 那組長你真的覺得就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以至於我們的再生能源 發展起來是有綁手綁腳的嫌疑嗎 我普通兩點 剛剛那個李正義長所提到的那個屏東 用氫燃料電池的那個機車 那其實是我們補助的一個示範計畫 所以過去我們對這個燃料電池 不只在機車 還有包括說在這個電信的機房做備用電力的部分 都有去在應用上去做一些補助 我們也希望說 第一個是發展它的應用 第二個是發展國內相關的產業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目前在努力的方向之一 那我另外補充愛教授剛剛所提到的就是 太陽光電我們要加速的去發展 其實我們現在加速度已經在增加了 我們原來設定今年的目標是一百MW 那已經提升到一百七十五MW 我們為什麼會從一百提升到一百七十五 就是因為整個太陽光電它的成本是下降的 所以我們在九百五十二億這樣的補助的前提之下 如果它的成本下降我們的速度就往前加快 所以從目前的下降趨勢來看 我們整個太陽光電的設置目標應該是可以提前達成 甚至再把它擴大 如果按照這個樣子來看 那過去也當然很多在我們討論這些能源問題的時候 外界其實也是會急於環保團體 對於這些新興的能源或者是對這些再生能源 抱持的過大的期望是有許多的理想性 甚至在這一部分是一些理想的物多方 李老師你怎麼去看這問題 台灣是真的可以怎麼做 其實是這樣就是說 怎麼做其實台灣有非常多的專家 問題是腦袋要不要轉換的問題 昨天其實在這個Servant的演講裡面 特別提到一個新的觀念就是說 過去我們都把藍莓電廠 把核能電廠沾成24小時好像不停運轉的一個基礎負載 但是呢昨天他特別提到就是說 他們已經在做而且在思考什麼就是說 應該要把這些再生能源當成基礎負載 那當成基礎負載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盡可能發揮這些再生能源的最大能量 然後不夠的部分再用天然氣 再用藍莓這些可能會製造空氣汙染 會製造這個二氧化碳 大量的這些二氧化碳的基礎去彌補它 也就是說以再生能源為主 而不是以核電跟藍莓基礎為主 如果是照這個操作模擬的話 其實整個的前景跟策略不一樣 最重要其實他們現在是預估說 大概未來到2050年 在電力系統上再生能源的佔比 有可能可以達到94% 別忘了昨天的專家 不是只有綠色和平的專家 他本身是IPCC的這個 再生能源的報告的主要的撰寫者 所以那個是聯合國的專家 這個合作社來發展電力公司 就是說必須要有一定的開放程度 可是開放不是只有開放給財團 重點是這樣 因為前一波的這個開放電力自由化 只有給那些幾個財團 去搞那些藍莓電廠等等 那是對整個國家發展不利 所以其實這中間還有很多需要討論的事情 也許專章應該來好好談 這個朋友補充一下 我們對目前再生能源是完全開放的 所以譬如說現在你要設風力發電機 並沒有容量的限制 而且我們有固定的價格收購20年 所以也很鼓勵任何人去設 像太陽光電也是一樣 如果很鼓勵任何人去設 那我們真的還蠻期待 可以在很多的報章雜事上面看到 這個經濟部能源局大燈廣告 而且告訴民眾方法在哪裡 怎麼申請怎麼做費用大概怎麼樣 他有一個聯絡的管道 以至於大家都可以來參與 這些再生能源的發電方式 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也謝謝您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們下個禮拜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 現在國幾 國二 國二 我跟他是同學 但你有吃過他做的東西嗎 沒有 他吃過我做的餅乾 那他有什麼評價 他覺得 剛剛立文說你有吃過他做的餅乾 是不是 他說你對他的評價是太硬 精采好看的加油小廚師 就在公視頻道 那些年我們的歌 小朋友 沒有想過電視上的新聞 是怎麼產生的嗎 2013公視小記者營 開始報名囉 你將有機會自己採訪 寫稿和播報 是要做一些隨時學新的東西 歡迎想在暑假體驗新聞工作的小朋友 一起來挑戰 營業時間 7月25至27日 報名要快喔 公視公視小記者 請下客服專線 02 2633 2000 轉9 哈囉大家好 我是紀培惠 陳志邀請你和我一樣 捐款贊助公視 支持一個沒有廣告收入的公共電視 公視非常歡迎您加入公視之友會 您可以採取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入會喔 13歲以下的兒童 一年捐款300元以上 可以成為兒童會員 一年捐款900元以上 可以成為我們的贊助會員 一年捐款1萬元以上 可以成為我們的榮譽會員 如果呢 你一次捐款10萬元 就可以成為我們的永久會員喔 另外呢 公視基金會 還會為您開禮捐款的收據 提供您作為報稅的使用 加入公視之友好處多多 除了每個月都可以收到 公視之友的月刊之外 還可以獨享藝文的票券 以及享有公視產品的折扣優惠 期待您加入公視之友 我們的捐款專線 02-2633-9922 後部帳號